hello大家好,这里是简简 今天的主题是装回童年 简单的来说呢,就是自己的一个童年放妆 我就想跟你们聊一下我童年就是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然后我挑一个做一下放妆 我觉得我妈还挺有意思的 我要说一下前提啊 我妈身高是快1米75 然后体重呢大概130斤左右 就是小的时候来我家玩的 都比较害怕我妈妈 因为她看上去比较凶 就是就不是很好惹的样子 其实她也不是长得凶吧 就是总是板着脸 所以小的时候我也挺怕她的 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 有没有问过你们爸妈这个问题 是更喜欢男孩还是更喜欢女孩 就是我妈一直跟我说她更喜欢小男孩 她说小男孩就是更皮实一点 可以筋打 小女孩就不行 你说不得然后你打不得 但是妈妈对我真的是很好很好 什么事都会想着我把我放在第一位 然后就是我童年的一个阴影 你们看图就知道了吧 她给我剪了很短很短的头发 我印象还比较深刻 当时她也没有告诉我要去剪短发 也没有问过我的意见 然后就被带到了理发店 然后就全剃了 最最最阴影的就是这张 你说我这个发型给我穿一个裙子 当时拍这个照片的情景呢 是跟一个大我十多岁的一个哥哥一块玩 然后我们还拍了照片 现在想一想那个哥哥是怎么看我的 长大之后看到这些照片我就去质问我妈妈 我第一开始是以为她是比较喜欢小男孩 所以要给我剪一个这么长的头发 我妈当时给我的回应是 因为我当时身上起肺子很严重 整个后背胸口都是肺子 得肺子的时候还是有头发的 我妈就觉得我头发那么长 就是钉了当当的 会让这个肺子更严重 然后我就问她为什么不能把头发剪短一点 对吧 就是你剪一个娃娃头都很可爱吧 也不至于剪这么短头发 她就说头发长就很麻烦 那还不如都剃了算了 更省事一点 这个是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有意思的事情 后来是上了幼儿园 幼儿园会举办一些活动嘛 那个时候都是老师给你做造型 然后给你化妆 像这个样子 你爸妈会来看你表演 我翻了翻这些照片 这个应该是在表演武术 我感觉小的时候应该都化过这个妆吧 我就决定 今天来重现一下这个妆容 现在的皮肤状态肯定不能跟那个时候比了 还是要先上一个粉底液 用的是这个PF的阳肤粉底液 我的色号是最白的是粉白 它打开是这种大遮瑕刷头 这种大遮瑕刷头真的很方便 缺点就是容易滋生细菌了 它质地是比较轻薄的那种 我很喜欢这个色号 能把我的皮肤提亮 这有一条眼纹 我用其他粉底液都会在里面积线 因为我这个眼纹还挺深的在这里 这个PF的粉底液就不会积线 遮瑕率我觉得中等吧 我一般还会再遮一下 这是我大概用了有一周多的感受 我这混油皮 然后剃曲比较油 然后脸颊比较干 这款粉底液的优点呢 就是遮瑕力还不错 持久度还不错 比较轻薄服贴 是亚光的妆感 第二点就是刷头容易滋生细菌 时间长了会暗沉 摸上去脸也不黏 这个妆容的腮红很重要 嗯 这样差不多 它腮红打在这块 我看它这个口红很红很红 这个很红了吧 还差头上一点 它妆容呢 就是这个样子差不多 嗯 这个发型 嗯 这个样子 你 sup会问可疯 打然后再和一下 爱我的毛病 还半天 红尾 嗯 这些发型 总体来说呢 我的童年过得还是比较快乐的 我也很喜欢长大以后的自己 如果现在问我愿不愿意回到过去 回到小的时候那种无忧无虑 就是每天都是傻吃傻玩 我是不愿意回去的 因为我很喜欢成长以后的自己 如果要是问我想把时间停留在什么时候 我想停留在现在这个年纪 也就是我现在的想法了 总是会变的吗 不管怎么说吧 一定要喜欢自己 一定要喜欢自己 最后呢 这个投稿呢 是参加了B站的装回童年的活动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这个视频下面的链接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拜拜